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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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到Wordpress 我想看看文章 文章就是Post Post有分類 文章概念就是Blog的概念 可以看到沒有寫分類 可以製造新的分類 最新消息 這些是很普通的 分類都可以分層數 我們開啟了最新消息 然後你按全部文章 這裡就會列出不同的Post 按進去 現在WordPress 以前是很方式的標題 現在它都變成一些很圖像化的更新 你可以直接在這裡打 然後改字 拍照 改字 看 字中 傳統的剪輯沒有那麼友善 即去到所謂第五代 現在我們在用的5.7 就會變成這樣更新 接著就是預覽 更新 旁邊就會設定你的Post的名字 Post link 可以做一些setting 這個叫Hello World 但你可以設定做別的名字 分享出來的連結 就會跟你的網址代稱 這個Post是甚麼分類 可以多一個分類 給標籤就是Tag 然後選一個精選的圖片 特色圖片 可以選擇 或者有一個文件附圖 去更新 上載 你上載圖的話 都可以設定一些標題 讓你更容易找 因為你可以上載後 在搜尋 名字 或者拜日期 甚至一些PDF 都可以做到 特色圖片 通常就是文章的覆蓋圖片 但表現就視乎你 每一個網站 或者每一個圖片 你設定是甚麼 草稿就是要登入才看到 譬如這裏 這個已經公開了 全部人都看到 即使你所謂publish了 你都可以publish有不同狀態 一就是私密狀態 私密即是Private 是有這個Wordpress網站登入了的人 他未必要在後台 但只要登入了 他在前台 即是網站都會看到 另一種就是給密碼 這個是簡單的密碼 意思不是一些很複雜的加密 純粹在這個項目 我設定一個123123的密碼 照更新的 它就會顯示在首保護的文章 我按進去 它是需要你給密碼 我才看到內容 就看到剛才我的標題 內容更新的 又上載了一張照片 在這幾個狀態 若果你將這個 設定做草稿的話 其實普通人是看不到的 即是看同一條領就沒有了 如果是一個私密的狀態 我沒有登入的人再看一次 都是看不到的 有登入的人自然會看到 因為它會寫著是私密 文章這個功能 其實你當作是一些報告 這就是Blocker那類的功能 然後媒體 就是將你在整個Wordpress運作的東西 那些file就在這裏 你無論在文章剪輯中 還是你覺得我有一批file 想自己先放上去 那都是在這裏去做的 你上載完 那你可以在這裏做一些說明 那是 視乎你的file和你選擇那張照片 你想想上去掃這些說明 那它亦都有些基本的 edit去crop了它 即是上載完上去轉向 那它都做到的 但我們就很少這樣做的 因為它在上面edit 它會再用那個web engine去做 將圖的quality未必是你想 即它最後save的quality未必是你想 通常我們都自己file shop再搞 如果真的要搞的話 那媒體複製會將所有 無論是在內容 還是在這裏上載的東西 就會全都列出來 你搜尋它會照顧名 又或者是類別 現在我們只有圖 如果有PDF 你可以搜尋出來 我們再看下一個就是頁面 你看到的版面其實是相似的 但是它叫頁面 你文章就會根據分類 就會列出來 頁面其實它就是一個特定的page 所以頁面通常會用在網站版面上 你按進去做edit 都是差不多的 這些不多說了 你的圖和字 還有它可以edit什麼呢 就很視乎你選擇了一個什麼報警主題 評論就是comment 你的posts可以被人不留comment 剛才這裏都有看 你可以下留言的 task comment 我們通常都刪的 如果你做網站的話 其實是不太需要的 但是客人有些是想的話 那這裏的留言就會看到 你可以管理回覆 丟掉它什麼都可以的 這樣